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艺趣园 这一期要和大家分享哆啦A梦的饮料食玩 杯子有两个种类 看看我们抽到的杯子的图案 上面都是哆啦美和哆啦A梦的图案 杯子还挺可爱的,你们觉得呢? 里面有两包粉末包 这包是第一部加的 这一包呢,就是不可思议的粉末 是第二部加的 加粉末之前,我们先把水倒到蓝色五角星刻度线的地方 看看第一包粉末倒出来是什么颜色呢? 一开始是紫色的 诶,慢慢变成蓝色了 来尝一下味道 是清凉糖的味道 哆啦A梦也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 甜甜的,他也喜欢 接下来再加入这一包不可思议的粉末 哇哦,反应好快啊 蓝色一下子变成了粉色 而且好多好多的泡泡往上冒呢 看上面这一层全都是泡沫 就好像雪糕一样 嗯,好好吃啊 酸酸的,是草莓味的 味道更丰富了 哆啦A梦吃铜锣烧口渴了 分享完试玩之后 还有哆啦A梦的奇奇蛋呢 这上面画的是 大熊与新恐龙里面的装扮 这也是哆啦A梦50周年纪念版的 我们抽到的是什么样造型的哆啦A梦呢 看到一只白色的小狗狗 是大熊的大魔镜主题的 哆啦A梦戴着探险帽 还有望眼镜 它们去了非洲探险 旁边的狗狗呢 它的真实身份是一个王子 还有第二个 一般呢我都会买两个 来看看不同的手气 那看看这一次的哆啦A梦是 抱着一只恐龙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恐龙吗 知道的欢迎给我留言哦 那这个的主题呢 是大熊的恐龙 现在出的正好是大熊的新恐龙 最后还有哆啦A梦的软糖 口味有苹果 柠檬还有橘子味 包装上的这些图案都挺可爱的 最后一个是 哆啦A梦与大熊的图案 每一包的软糖好少啊 只有五个 哆啦A梦选了一个橘子味的 它说 还是我的铜锣烧更好吃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哆啦A梦饮料食丸 还有奇趣蛋零食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 还有关注我们的频道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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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